原标题,又一大国高调查族亚太,还跟日本勾结在一起,不是英国作者赵俊峰。 图片来自网络法国虽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是在很多问题上为了自身的利益,却不愿意和美国穿一条裤子。 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要带领欧盟远离美国的言论,更是引起了特朗普的强烈不满,以至于近期特朗普频繁敲打法国。 马克龙心里也明白,目前的法国离开美国还真挽不转,为了缓和与华盛顿的关系,法国也不得不像这个离不开的盟友是好,为美国的亚太政策站台,就是讨好美国的最新举措。 2月22日环球网报道,法国宣发的2月21日宣布,将在下月起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部署核动力航母,为期间5个月。 在这期间,还将与日本自卫队实施共同训练,将要被法国千里迢迢的部署,在亚太的世代高能号核动力航母,这是世界上出美军之外的唯一一艘核动力航母,并且是法国唯一的航母。 也是法国海军的旗舰,骨盖,曾参与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空袭行动,除了带高能号核动力航母,随行的还有包括驱逐舰和潜艇在内的6艘舰艇。 在3月的7月的印度洋部署期间,不但要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实施共同训练外,还将与埃及军队和印度军队进行联合训练,法国远离欧洲到遥远的亚太来显示肌肉, 并且增强法国的印太地区的存在感,更重要的是将美国显示法国的重要作用。 美国虽然多次动员自己的盟友到亚太地区刷存在感,但是想用着去聊聊,让特朗普十分头疼,眼看着印太战略喊得震天响,却是雷声大雨点响。 再过一段时间,恐怕就被人们遗忘了,法国这次拉上特朗普阻尾的印太战略中的两个重要国家日本和印度搞联合训练, 意在向美国展示法国,依然是美国不可或缺的盟友,让特朗普从内心重视自己。 自尊心极强的法国是欧洲的领头羊,但是特朗普可不管你什么羊,该敲打就敲打,一度忽视法国的影响力。 特朗普不顾法国的强烈反对退出了一盒协议,还在推特上不断嘲讽马克龙这个不太听话的盟友。 去年11月13日特朗普曾经连续发布四条针对马克龙的推文,从马克龙打算建立欧洲军队到法国的葡萄酒关税逐一批评,甚至嘲讽马克龙支持率降低。 遭到特朗普嘲讽的马克龙,显然被伤了自尊心,以至于愤怒喊出了,法国不是美国的附庸这样的话。 去年11月15日,宽球网援引俄罗斯塔斯市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百纲的号航母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和美国是历史盟友,但是并不意味着法国是美国的附庸。 马克龙的这番话,对特朗普的不满表露无疑。 特朗普一味的推行美国优先,传统盟友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势必损害欧洲的利益。 美国除了不顾欧洲的强烈反对退出伊核协议,甚至还以退出北约的来逼迫欧洲国家提高在北约内的军费份额。 更有甚至特朗普解了心,要拿欧洲安全的基石,美速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开刀。 美国退出这个条约,无疑把欧洲重新推向了美俄较量的前沿,让欧洲重新笼罩在俄罗斯的战术和武威胁之下,欧洲不由自主地成了美俄博弈的牺牲品。 受到了刺激的欧盟当家人马克龙自然非常劳火,于是向特朗普要狠话欧洲要单干。 去年11月7月环球时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再次呼吁打造欧洲军队,并明确表示,是为了防范俄罗斯和美国。 马克龙强调,面对俄罗斯甚至美国,欧盟必须加强自卫能力,只有建立真正的欧洲军队,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其实在目前情况下,欧洲根本离不开美国这个自私的盟友,法国也明白要想脱离美国的控制,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真把白宫热闹了欧洲的损失更大,日子还要过,就要想办法换和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对法国来说,就像面对一头不干活还踢人的驴子,只能给它好吃的,尽量安抚它的驴脾气,法国这次把唯一一艘航空母舰派到亚太来,还与美国印太战略中重要的一环不安分的日本相互勾结,正是在给美国好吃的,像特朗普是好,但华盛顿重视法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不要把法国踢在一边。 感谢观看